那你今天是不是想要爭取年輕人的支持 那有沒有想要跟年輕人講 有什麼建議嗎 譬如說以後在寫論文上面要怎麼樣的著墨 其實每一次來 也不是第一次喔 所以我覺得關心年輕朋友 都是持續在做 一直也都在做 從我上一屆在立法院參與政治營 就感受到年輕人朋友滿滿的熱情 而且他們對公共事務的了解 也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我想未來在很多這樣的場合 都會給年輕朋友一些經驗的分享 那他們不管是未來想要進到 一些民意代表的服務團隊 或是立委辦公室實習 我們都非常樂意讓這些年輕朋友 有盡情發揮的空間跟舞台 委員現在台北市政府下午要發這個 重陽建導金 那這是不是他們自己政策轉彎 如果柯市長不願意發沒有關係 我一定會遵照台北市議會的支持條例 尊重長輩 以及考量到我們稅收以及財產紀律 發放重陽建導金 其實大家也許不知道 柯市長是花錢花最多的市長 而且往往有時候不清楚 有搞不清楚狀況為什麼 預算會突然暴增 比如說我們櫻圖中心 當時一開始的預算是28億 突然暴增到53億 還有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柯市長 他們最主要能夠花這麼多錢 也是靠超收的稅收以及罰單 所以未來我們經過檢討 應該要讓財政紀律和稅收平衡 讓更多的有利於民眾的 做更多有利於民眾的建設 以及福利政策 我為什麼來看民調 就是說您的看好度是第一 但是支持度卻輸給了城市 總會不會有危機感 我對民調的態度都是一致 就是作為參考 那我想我們最大的目標 就是一步將來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 那我們也按照自己既有的步調跟節奏 來積極的走訪 然後讓自己成為民眾 心中的第一順位 最好的選擇 我原來那個陳時中 之前說政務官是自由業 但昨天又改口說 牙醫也才是自由業 你怎麼看 陳中部長 贏納稅人的錢 卻認為自己是自由業 我覺得這完全羞辱了政務官的責任心 以及玷污了神聖的防疫工作 那你覺得陳時中是哪個行業 我想陳部長他既然身為衛服部長 又擔任防疫的指揮官 其實就應該堅守崗位 因為現在疫情還沒有結束 我們看到不管是編譯出 可能已經進入社區 還有接下來各國專家也預估 不管秋冬季是不是可能疫情再起 而且包括今年疫情爆發以來 其實在防疫的工作上 很多的缺失讓民眾不滿 應該是要堅守崗位 好好的把疫情的工作做好 你怎麼看今天黨部要抽組 這個醫療後援會 這是瞄準陳時中 尋求醫界的支持 其實我在立法院這兩屆 都在社會委員會 我們對很多醫界團體 都有非常多的互動 也跟他們有很深入的溝通 不管在很多法案政策推動上面 也彼此合作 所以在這一次黨部籌劃 醫療後援會 我們其實也非常感謝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都尊重黨部的安排 那目前可能代表有誰嗎 這我們尊重黨部他們的規劃 不過今天蔡壁如早上上廣播節目的時候 就有說藍綠都自稱自己有 三到四成的基本盤 可是上市姚文治其實只有17%的得票率 他認為黃珊珊在這次呢 不會被棄保 而且是三強鼎立 我想大家都會有很多的分析 其實最重要沒有那麼多的算計 其實對候選人來講 我們就是極力的爭取市民的認同 提出未來破壞台北市政的願景 讓自己成為市民心中的第一選擇 就不會擔心被棄保 那指揮侯市長好像有拋出說 他願意就是要挑戰連任 那接下來怎麼跟侯市長來合作 跟新北市絕對是在很多市政規劃上面 還有區域治理上共同合作 我也強調不只雙北 未來北北基陶都是整體的共同生活圈 相關的政策也是連動 所以我們在很多共同市政的規劃 還有區域治理方面 我們都會做下來好好的溝通 未來提出整體的市政願景 讓我們整體 北北基陶 能夠讓所有的市民感受到 我們最好的服務 也讓台灣能夠真正成為 國際上一流的大都市 石板明夫有說 日美現在最關心的是獨裁者的後代 能不能重返指針 換句話說 就關心委員最近的選情 蠻多的 我們世界各國 大家彼此都非常的關心 我想對於相關幾次的重大選舉 各國之間也會提出很多的分析跟看法 我們對於各國的關心 也都會尊重 也相信他們都出於善意 但是我想應該也不會要帶有色眼光 會有任何偏頗的角度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保氣 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